歡迎收看ATV焦點 今天的話題是 兩岸四地一條心 釣倒主權必回歸 香港補釣船啟風二號 正是駛向釣魚台宣示主權 但這一趟精情似乎並不順利 啟航之後無奈就密斯落水 台灣補釣朋友又捉不到船出海會合 前面還有颱風難路 艱難險左接踵而至 我們跟梁振英特首一樣 忠言補釣事早日平安返航 8月15日是日本二戰戰敗日 製此特別日子的前後 中國民間人士自發到釣魚台宣示主權 顯示中國人為捍衛國家主權 契而不捨的堅定信念 意義非同尋常 但補釣畢竟是一項長期的任務 而且並非光靠民間 自發駕船陣入該島海域 乃至登島就能完成 有人更加認為 中日之間遲早必有一戰 釣魚台的最後歸屬 亦只能通過戰爭來解決 倘若如此 我們不必太在意一時一時的成敗 而應該把眼光放得長遠一點 為將來這場決戰早作準備 無論是日本遊役政客 如石原神太郎之流的籌款購購 無論是野田內閣的將釣魚台國有化 或是出動海上自衛隊攔截中國保釣船 雖然來勢洶洶 但在戰階段 石原固然是國主義者性格 民望跌到谷底的手上野田 就是利用釣魚台來爭取選票 中日兩國 以爭都爭 一時不會打得成 在捍衛釣魚台主權的對日鬥爭之中 應該堅持兩項基本原則 一是傳途不讓 二是對等報復 傳途不讓是我們的底線 對等報復就是我們的策略 日本遊役團體都釣魚台拜鬼 我們就由民間保釣船宣示主權 日方用海上保安廳船隻驅趕 我們就派魚政船和海巡署巡邏執法 日方如果真是出動海上自衛隊 我們就堅決認知而海軍 在保衛國家領土問題上 兩岸四地的政府和民間應該互相配合 形成高度默契 什麼時候出什麼招 大家都要心中有數 民間人士採取行動 敦出政府盡其手套之責 大可在陸地上和平進行 而出海如武 就應該盡量避免自行歧視 而政府最需要改變的 是他一貫對民間保釣行動 實行打壓的政策 只要兩岸四地的中國人 同仇敵蓋 同心同德 釣魚台必將回歸 不在乎 的反省 的愿